且说方又运听了后清言语 着急道 我的口才本不如你 上海又是出道 你既不肯为力 我是更没有指望的了 后清道 并不是我不肯出力 实在现在上海堂子中的官人十分歪撇 非但敲竹杠 砍斧头 不肯放松一点 你就是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在他身上 不说一个好字 何况你的银票已经到了他的手中 要再去挖他的出来 是休想的了 不如歇了这个念头吧 幼运更加着急 后清道 你着急也无用 还是慢慢的想法 呼听张书欲冷 笑了一声 向后清说道 你堂子里向隔人末才是物好隔 无赌客人用拖仔扬钱也误犯住 向煞奈留大少乐你面上 物之用拖仔挤化扬钱 奈倒自家摸摸良心 你啊曾敲过些奈啥格竹杠 后清道 我是说的别人 没有说你 你既没有敲过我的竹杠 为什么要你这样多心 书欲愈加不一道 石梗说起来末 你指头敲仔那格竹杠栽叶 阿要热婚 后清也打着苏白回答他道 你是昨日在夜里向发仔一个大婚 直到今朝顾些晨光还分转来格勒 双引号 书欲听得后清取笑 便急了 连忙瞪他一眼 赶过来要拧后清的嘴 道 你阿要瞎三话四哉 你要拨生活 耐吃格孽 后清哈哈的笑道 我的生活 你昨天还没有晓得吗 书欲更加不好意思 红住脸 狠狠地把手在后清大腿上拧了两把 拧得后清叫声阿悠坏 直立起来 右运也觉好笑 书欲却才助手不拧 走了开去 口中还自咕噜住 自去梳头 右运中是无精打采的纳闷 后清道 你心中不快 道要出去散散 我们还是在此吃过了饭 道张园去走走 还可解解你的气闷 右运也无可不可的 后清看表示 已是十二点三刻 便开一桌菜单 叫香帮道雅絮园去吃一样糟溜鱼片 一样溜鸡丁 一样炸丸子 一样粉蒸肉 并火腿隔离汤 要两壶酒 不多一克 菜已送来 便与右运队做小酌 张书欲梳完了头 也来蒸了两杯酒 坐在旁边 右运叫他同坐 书欲推辞道 你吃饭还有一些乐 方大少先请莫哉 右运本来亮浅 又是喝得闷酒 不多几杯便觉有些醉意 后清见他面上已有 酒意 也不劝他 便叫盛饭上来 两人吃完 又停一会 约有三点余钟 叫香帮去叫马车 因书欲也要同去 多叫了一步 当下后清 又运同车 书欲独坐一车 向张员而来 进了圆门 马夫照例加紧一边 如飞即使 至大洋房门口停下 后清 又运同下车来 书欲还未下车 只听马蹄声响 一步亨斯美字拉江马车 风一般的跑来 也到安凯蒂停下 眼光一瞥 早跳下一个美少年 协助一个绝色官人 那少年身穿 胡色鼠螺 十行绵满 外照悬色 张断马 挂 升得细腰窄背 白面珠唇 气概非常 风仪出众 眉目之间 别有一种 阴爽之气 多多逼人 那官人 升得秋水为神 穷窑坐骨 凌波微步 何书洛普惊鸿 鸟挪依人 不束汉家飞燕 姿容颜媚 举指大方 穿一件白段子绣花加袄 头上不多几件拆环 只在后清 又运眼前一闪 便先进安凯地去了 又运 后清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般人物 暗暗探现 张书玉更看得呆在一旁 直至后清同又运进去一会 回头不见书玉 后清附身出来寻他 方见书玉立在 门旁 好似想着什么心事一般 后清问他为什么还不进去 可是等什么人 书玉才被他提醒 忙到 迷雾士等啥官人 向煞无睹还分进去 所以乐浪看看 遮掩过了 随同住后清走进大洋房 捡了一张桌子 泡茶坐下 又运却想着刚刚马车上坐的美少年十分面熟 满腹想不出这个人来 便又留心看他 却却回过头来 见他同住那角色 官人同坐在鞋队一张桌上 真是何必随珠 珊瑚玉树 交织和蒲 掩映生辉 正在细细打量 只见又走近一个 官人 朝着又运略略点了点头 却叫了后清一声 原来就是陆兰芬 竟不坐下 一直走了过去 呼回头见了那少年 兰芬灯时满面堆欢 叫了一声二哨 那少年也含笑招呼 招他坐下 兰芬便坐在那少年身旁一张椅上 那角色官人也招呼了兰芬一声 兰芬竟和那少年密切常谈起来 方又运这一气非同小可 又不好发作出来 眼睁睁的看着他 不到半点钟时 只见那少年立起身来 同住兰芬三人从右边转出 一面谈笑 一面慢慢的缓步往担子房一带 去了 兰芬林去 头也不回一回 只把一个方又运气的口呆目瞪 无可如何 刘后卿却被别个朋友 邀在隔壁一张桌上谈心 不曾理会 张书裕也嫌不往担子房去了 只剩幼运一人 无人可说 就如你神土佛一般坐着 好容易刘后卿走了回来 不见了张书裕 盲问书裕他们那里去了 右运回答不知 后卿道 天色已晚 是回去的时候了 书裕怎不见来 便会了茶钞 同右运出来 寻到老洋房照相处 都不见书裕的踪影 后卿说声奇怪 回身要 到担子房去寻他 刚走到门口 披面遇见方才少年同住兰芬出来 兰芬似裕招呼 早已擦肩过去 随后张书裕跟着出来 见了后卿才立住了脚 后卿对书裕道 时候已经不早 快些回去吧 张书裕一言不发 似乎有些不耐烦的意思 同后卿走到前边 马车早已等了多时 三人登车回去 兜了几个圈子 回到新清河来 相帮送上两张请客票头 一张是金永南请到迎春房花琴访家 一张是祝华峰请到赵桂里张月红家 金永南的是七点钟 祝华峰的是八点钟 后卿便向右运道 这两个计来请我 必定也要请你 想试票头发到路兰芬那里去了 你就少停同我一逃去可好 右运想来不错 便无别话 后卿因在嫖赌场中久了 已有了烟瘾 躺下抗去吃烟 右运和他对面躺着 张书裕却只是无情无序 不来应酬 后卿过好了烟瘾 又做了一会 早有金永南的催请票到来 便同住右运一同复习 到了花琴访家 见客人已经到齐 金永南连忙催摆台面 后卿举眼看时 却只有一半认得 右运更只认得 陈绍东一人 不免依依寒温 请教明信 金永南便问 后卿 右运 你们叫什么人 后卿道 我做定是张书裕了 右运可是仍叫陆兰芬 右运满肚子没得好气 连忙朝他摇头 后卿向他使个眼色 右运不解其顾 便不开口 也叫了陆兰芬 随着金永南去发局票 后卿成空附着右运耳朵说道 你在上海又没有做第二个官人 况且兰芬与你又没翻面 场面上还是好好的 何苦再去叫各末末生生的人呢 右运正带回答 那边主人已在邀客入席 便打断了话头 做定之后 客人的局已经到齐 只有张书裕 陆兰芬两人还不见来 叫人去催催 说是要转过来 右运也还罢了 后卿却满心不自在起来 只等客人的局已经去了一半 方见陆兰芬进来 淡淡的招呼一声 便默然坐下 一言不发 右运也低着头不开口 大家看着诧异 晓得一定有些缘故 却见二人面色不好 道不便去问他 接着张书裕也来了 后卿问他那里的转局 直到台面要散快才来 书裕冷笑道 尼阁生意就是物好墨 也总 有几户客人 物见的就坐在那刘大少一杆子 问的阿要稀奇 后卿突然被张书裕顶了这几句 气得他面皮子长 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金勇难见此光景 虽明知是书裕的不好 却怕刘后卿性子暴躁 张书裕的脾气又不是肯省事的人 声孔闹出事来 连忙分解道 后翁不要动气 书裕向来也不是这个样儿 想是今天唐唱多了些 未免有点不自在 你是有过相好的客人 总得要比别人体谅他些才好 后卿因主人极力劝说 不便发作 只得忍住 张书 欲也知自己说话梦浪了些 只因看着刘后卿是个瓜皮客人 不慎放在心上 此刻见后卿不语 自然不再开口 却只略做仪会 同卓路兰芬起身而去 后卿 又运恨在心头 只得谢了主人 要到赵桂里去 今永难知他二人另有应酬 便不留他 到得张月弘家 驻碧峰英克其酒等 先已入席 见后卿同又运来了 身至不安 便请一同坐下 随问后卿 又运可是仍叫路兰芬同张书玉 后卿赌气换叫了一个公养里的林佩珠 又替又运带叫了一个西顶风花宝玉 局票去不多时 两人先后来了 习中大家欢呼畅饮 只有幼运心中纳闷 没甚精神 并连叫来的局也不去理会 却听得对过房间也有客人在内请客 甚是热闹 但并不划全 也不听见官人唱曲 只在那里高谈阔论 有一个人的声音甚是熟络 只听得他抗生说道 你到现在上海的新党 日本的留学生 一个个都是有志之士吗 这是认得大错了 他们那般人 开口奴隶 闭口革命 实在他的本意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 又没有那银元赚赐的本钱 锁 已就把这一般奴隶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 今日骂 明日骂 指望要骂的他回心转意 去招致他们一般新党入木当差 慢慢的得起法来 借此好脱去这一层穷骨 那只巢中这般大佬 耳朵是聋的 眼睛是瞎的 心地是面糊蒙着的 面孔是牛皮做成的 就是拍着他的脸痛骂他一场 他也只是不见不闻 我行我素 所谓笑骂由他笑骂 奴隶我自为之 凭你怎样的大声疾呼 那里叫他得醒 也有万一碰住运气 逢时得计 预祝了贤明的都府大臣 聘 请他做各顾问官 居然的当差入木起来 无夸这般新党中人 却又是亦得到了悠插悠管 便把从前革命自由的宗旨 抢肿流血的心肠 一起丢入东洋大海 一个个仍旧改成奴隶性质 天天去奴言必息起来 你倒可笑不可笑 他们现在的宗旨 是开口闭口总说满人不好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固然不错 要晓得 满洲人虽是蒙古入关 究竟还是我们亚洲的同种 所以欲分满汉 先分中西 这般人就该帮扶同种 并是外人 方不被同类相扶的主义 不料他 门非但不能如此 反去倚仗着外国人的势力 拼命的欺负同种的中国人 总之 这般人本是韩式出身 穷的唐使 却又不中举人 不忠尽事 无计可施 以致变成了这等一个气质 说起来也甚可怜 那里有什么爱国的热忱 和群的团体 纵使有几个英雄结事 伤心大局 薅木时间 要想力挽狂澜 主持全局 却又是手无寸柄 说也枉然 说到这里 便长叹了一声 又有一人积节叹赏道 你这话实在说得痛切 新党中间未尝没有通人志士 却被这般 无耻小人借着新党的明目 到处招摇撞骗 无所不为 弄得坏得带累了好的 施展不来 真是可恨 听得方又运暗暗不住的点头 原来方又运虽是个贵界子弟出身 从小十分聪颖 只是自是天分 就不肯在书史上用心 只弄些雪月风花的学问 平时也看过几部新书 晓得些中外的大事 向来以心党自居 今天听见这一席议论 却是闻所未闻 不觉爽然自私 又听见那人高吟道 华一向混合 宇宙一山星 接着说道 这是花月横中围 吃猪的牢骚气派 我年纪虽不带吃猪 然而天壤茫茫 至身荆棘 其欲何也就相等的了 又听一人说道 你是喝了几杯酒 固态附作 何物狂奴 悲歌积节 却不听见那人回答 又运便静静的听他 停了一会 又听见高吟道 回首当年万事修 圆龙豪气尽消磨 观山月马秋横赛 风雨闻鸡夜渡河 前路苍茫愁日暮 拓湖鸡却认悲歌 何须更亦繁华梦 搔首陈吟换奈何 念到墨句 那声音就低了好些 只听一人大叫道 好诗 好诗 沉欲苍凉 独之令人有身世悲凉之感 我当福一大白 请亏全报 便听得又淫道 一夜西风动客愁 止于身世纪扁舟 千秋事业连青史 一代功名赴黑头 蜀国相如今是酒 天涯王灿莫登楼 匆匆归去真堪笑 惆怅提诗继欲勾 梦醒扬周易枉然 可怜往事静承烟 还温肿流止流涕 殷号书空欲问天 盛有闲情随逝水 拼将起司竹华年 书他绝塞从军客 万里秋风枣灼边 漂泊水连污上鸟 江湖骆唾尽何如 荒唐怀国三年梦 慷慨 苏秦时尚书 纵有文章经四海 更无涕泪枯穷图 请樱头笔男儿侍 夜半床头笑露炉 又运听了 赞赏非常 此时再忍不住 便问娘姨 对过房间是何人请客 娘姨道 听见说是一格姓张格常熟客人 又运便想思去窥探窥探他 到底是个何等样人 居然这样的见识高超 才华着落 因力起来向外便走 走到对房门口 引在门帘外边 向房里看去 早吃了一惊 原来那向外作者的主人 就是方才在张元相遇不知姓名的人 心中想到 果 然外貌挺秀 内才也字不差 忽听的旁作艺人赞道 丘翁翁家作 气韵陈雄 真与杜甫律师 结航千古 正是 摘伤心身事 悲闻颂玉之词 吉木何山 不断心庭之相 要知究竟何人 下回交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